圣经主,祢是我们的护佑,求祢眷顾祢的受复者,因为在祢的殿月一日,远圣他处千日。 应付其子其圣神之名,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早安,今天我们举行正道礼,应该是长年级的二十周的星期五。 我们用这个时间,宝贵的时间,在一个早晨奉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天主给我们生命,同时我们也求天主帮助我们在一整天的工作,希望能够靠天主的诸佑,我们做得更好,服务别人,服务教会,服务社会。 为了这些一项,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忏悔。 圣灵我们得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Amen。 请大家祈祷。 天主,祢为所爱的人准备了奇妙的征服。 求祢将圣爱之火,祈祷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爱祢在万有之上,以获得远圣我们所向往的恩许。 以上,所求之靠祢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祢的圣神永生永望。 Amen。 公读二则克尔仙之书 那时候,上主的手临在我身上,上主的神带我出去,让我站在平原上,那里到处是骨头。 他领我在骨头周围走了一遭,平原上死人的骨头很多,而且完全枯干了。 他对我说,人子,这些骨头可以复生吗? 我答说,上主天主你知道。 他对我说,你对这些骨头说预言,对他们说,干枯的骨头,听上主的话吧。 上主天主对这些骨头这样说,看啊,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内,你们就会复活。 我给你们放上筋,加上肉,包上皮,把气息注入你们内,你们就复活了。 那时,你们便要承认我是上主。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当我说话的时候,忽然听见一种钟声。 每个人的骨头在转动,互相靠近连接起来。 我看的时候,骨头生了筋,长满了肉,包上了皮,但是还没有气息。 上主对我说,你该对气息说预言,人子该对气息说预言。 上主天主这样说,气息,你要从四方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复活。 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躯体,躯体就复活了。 站立起来,编成一支极庞大的军队。 上主对我说,人子,这些骨头就是以色列全体子民。 他们常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绝望了,我们都完了。 因此,你对他们说预言。 上主天主说,我的子民,看啊,我要亲自打开你们的坟墓,我要从坟墓中把你们领出来,带你们回到以色列本土。 我的子民,当我打开坟墓,把你们从坟墓内领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 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们内,使你们复活,使你们安居在自己的土地上。 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 我说了一定会实行。 上主天主这样宣布了。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请你们送谢上主,因为祂的人词永远长存。 请你们送谢上主。 愿上主救赎的人,都这样赞颂上主。 因为上主把他们由敌人手中救出,将他们从东西南北召集一处。 请你们送谢上主。 他们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找不到安居之所。 他们又饥又渴,生命奄奄一袭。 请你们送谢上主,因为祂的人词永远长存。 他们在患难中呼求上主。 上主便救他们脱离困苦。 带领他们踏上正途,进入城市找到栖身之处。 请你们送谢上主,因为祂的人词永远长存。 愿他们送谢上主的人词,称颂他为人所做的其事。 使口渴得获得满足,使饥饿的饱享美物。 请你们送谢上主,因为祂的人词永远长存。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上主,请教给我祢的途径,以真理指导我。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里同在。 公读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法利塞人听说耶稣是撒独赛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 其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耶稣问他说,老师,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 耶稣对他说,你因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上主。 这是最大的。 也是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和他相似。 你应当爱人如己。 你应当爱人如己。 全部法律和先知都基于这两条诫命。 上主的圣言。 基督徒我们在为你。 在这个耶稣主理,跟那个法学,跟他所谓的中途的方式,应该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耶稣用一种人际关系去处理。 因为耶稣所表达的,就是他要证明他是来自天主,来自天父。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并不是只有放在这个框框,这个现在,这个世界而已。 耶稣想要带听众的处理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人跟天主父的关系。 因为这样子,法学士他们想要一直处理那些人的事情。 但耶稣他想要证明说,他不是只有讲有关今天社会的事情。 而且是有关把我们的提升到天主父那里去。 所以,因为这样子,耶稣才用一种议题,另外一个议题叫复活的议题。 然后我们能够了解,今天耶稣跟法学士他们这个对话有关复活的议题。 其实我们应该要连到读经义里面,是比较让我们更容易了解。 读经义里面,我们把它放在一种背景。 就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被俘虏到外国去,巴比伦,还有其他的国家。 然后他们也是跟其他的国家打仗,打仗到他们都输了。 因为他们违背天主,他们被俘虏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看到的都是死亡,都是失败,都是失望。 没有看到他们的未来。 所以你看,二则克尔天师,他写得很清楚。 就是怎么能够让他们看到那种的人的骨头,死亡的。 就是一直看到那个负面的,不好的现象。 前几天我也跟各位分享了。 二则克尔先知,他是一个年轻的先知。 因为天主把他醒过来,跟他说,你要到我的老百姓,以色列人,鼓励他们,鼓励他们继续相信天主。 那这位先知,因为他年轻,他还讲说,我那么年轻怎么可能,我怎么能跟这些人说服他们继续相信天主。 但是天主在这位先知身上帮助他,启示给他,就让他有一个机会跟死亡者沟通,讲话。 然后呢,他用这种的神圣,他所谓看到的这种神圣,这个虽然老百姓,以色列人看到都是死亡,都是失望,都是没有未来。 但他有一个感受说,这些骨头,这些生命已经死去了。 不过他们,生命不是这样的结束,而且这个生命好像还有跟他对话。 因为他这样跟他对话,他把这个经验写下来,给老百姓,给以色列人讲说,这些人死了,但是并不是结束他们的生命,而且他们的生命目前就是属于天主。 所以这样子,一点点这样的,他的经验跟这个死亡,亡者的经验,还有跟天主的对话。 因为同时天主也是给他解释说,这些人以后会复活,天主会让这些人复活。 所以回到刚刚我们讲的,耶稣跟法学是讨论复活的事情,就是用旧约的这些例子,先知所描述的这些例子,让这些法学是接受耶稣所讲的道理,就是接受以后人的复活。 所以,只要你今天提到这个爱天主,有的时候这个爱天主,他太一种不尽不足,但是耶稣用这个方法,让听众就是能够容易接受说,天主是真的存在的天主,天主真的让我们有新的生命的天主。 然后呢,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了解这种的复活的议题,还有让我们相信有天主的话,我们应该要把自己拉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只要你能够了解说,今天你跟别人的关系,假如这个关系是好的,是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是好的,所以好像三角形,我,天主还有别人,这个三角形的关系。 如果你处理好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跟天主那种关系是非常的稳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说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能不能上天堂,能不能得到救恩,就要看今天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所以这样有点神学上的,但是至少我们也体验耶稣他所讲到的,今天他讲不是说只有讲人的事情,而且讲复活的事情,希望透过这样的默想我们一起来,求天主帮助我们每天听到这样的圣言,让我们感受到相信到说我们今天活不是为了现在的生活,而且为了未来的生活。 我们也求天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了解这个道。阿们。 我们一起来向天主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祢。 请祢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主,愿你以圣宠充充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借以祢的旨意为准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孝爱祢。 我们就以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祢。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香呈献给祢。 为光荣你的圣灵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父玛利亚及诸圣人圣灵的榜样,终身示弄祢。 主,请以祢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深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 深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祢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存的天主,求祢佩示我们圣神的恩宗。 求祢把分析切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及见信友的心中。 就是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Amen! 就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Amen! 就是我们超见敬敬打之神。 Amen! 就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你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Amen! 请大家祈祷。 主求祢随即信仰你的人圣记神见少足上爱,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统一步伐, 并使尚被拥守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情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求祢的天父, 愿祢的名寿显然,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利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求我们免于凶恶。 Amen!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主与你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Amen! 圣道礼仪礼城,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天主你还借着圣神, 你心住在我们心中了, 福祂只能保湖, 父神要爱我, 我也永远以爱了你们, 你们明天彼此相爱。 如我还来了你们一样, 天主的爱, 借着神圣 一夕处在我们心中了